那个什么开局是两次机会啊 我搞错了啊 这是我的失误 大家理解一下 对的 你这个不给两次机会 没法玩啊 对吧 在面前三度攻击 你能射得了吗 对不 随随有时候人吧 真不能赶亏心事 刚刚跟大家闹着玩的 不会当真了吧 对 开始吃阳光 可以的 面前只要来 能扛的 其实还是扛得住 实话 不过呢 这种无线套娃的方式 我是有点不喜欢的 我说句实话 这个是有点类似于 无线套娃的机会了 我这个相当于机会 全用的中路了 阳光没获取几个 对不对 那我有一千多阳光 好吧 我想赌一个成干跳出来的 就像我刚刚说过什么来着 两次机会 我一直忘了设置回来了 那现在就好了吧 两次机会了 那现在就对了嘛 就是正常的这种游戏模式 可以 中路吃 你不会以为我还要在中路吃吧 哥们 你不会以为我还要在中路吃吧 又想个应我 还以为我没看出来 我做过不少亏心事了 我自然知道我的运气是怎么样的 可以的 第四步解决 稳了 那现在中路就可以吃一手了 对吗 你以为我真要吃了 又还真给啊 但是不要上当 千万不要上当 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守本心 可以的稳稳的解决二路 现在还有950平坡 换正常的已经去吃了 是吧 但是呢 我这个人呢 不大正常 哈哈哈哈 你呀 时时刻刻的都想着我 我自己干过啥事 我自己心里不清楚呀 跟我玩心里战 虽然说现在没有阳光了 一路的脑子还没有吃 场面上阳光绝对不够吧 对不对 那现在我吃吗 我直接吃 哈哈 哎呦 这个也行吧 该付出的代价 这也是免不了的 不过还行 活用了对方的战术 来拯救自己 你以为我自己 真能干主我呀 我直接在后排放 我放一个车车 你就得完蛋 一个车车 你就得完蛋 哦 巨人来了 防御 太能防了呀 这个防御无敌了呀 这可以说是无敌的防御吧 我可以再跟一个 不行 再防 防不住了呀 哦 漂亮 高坚果防御 等等我 雪人还要再回头防御 三重防线 如何突破呢 啊 阁下 阁下 请问该如何应对 下路轻松拿下 上路一千多元过 我还就不幸了 哎 你给我扭 慢慢的给我扭过去 可以说是轻松拿下 我沉默你就直说 我 我也和你把你当做错 没来过 反正你对我 你 doch 我还不 poverty